歌手2024已经确定将重启 重启的时间在生生不息中华季之后 这种上应该会和中华季有重复的部分 歌手节目一直是芒果的一个王牌IP 有着极其深厚的观众群体和超级高的制作标准 可惜的是最后一季的歌手出现了阵容瓶颈 在比赛上又被不少网友呼喊黑幕 最终节目不得走向停播的选择 但歌手IP的影响力始终都在且无可替代 所以芒果2024年将重新拾起这块蛋糕 华丽回归 节目依旧选择七位歌手进行敬演 这一次的阵容上选择也是非常慎重 目前网络上也曝光出来 你腰的七位歌手阵容标签很有看点 第一位 内地乐坛大姐大 内地乐坛大姐大 有着大姐大的身份 这个标签也和生生不息中华季一样 应该是同一个人 签了两个节目 之前生生不息曝光的内地乐坛大姐大 是毛阿敏或者是韩红 但韩红已经参加过这档节目 所以极大可能是毛阿敏 第二位 香港天后级别歌手 香港天后级别的歌手 最先想到的就是林颖莲 莫文伟 但林颖莲也参加过 而莫文伟有参加过宝岛季 所以很有可能第二次合作 当然除了上述两位 还有杨谦华 郑秀文等等的香港天后 杨谦华也频繁亮相内地音宗 所以也极大可能参加歌手 第三位 宝岛唱跳天后 说到宝岛唱跳非蔡依林莫属 但蔡依林的风格好像不适合歌手竞技节目 还有一位小亚轩 也有可能通过某党音宗回归内地综艺市场 除此之外 再没有人可以又符合唱跳 又符合天后的标签 第四位 宝岛实力派歌手 宝岛实力派歌手有很多 如果是男歌手 可以是周杰伦 林俊杰 陶哲 于成庆 光良 吴克群 信 吴清风等等 如果是女歌手 可以是梁静如 孙燕姿 张慧妹 还有参加过宝岛季的魏如轩 张绍涵等等 但如果是周杰伦 林俊杰 陶哲这些 应该会被称作天王 女歌手如果是梁静如或者孙燕姿 应该会被称作是天后 这个标签的伪赘是歌手 显然应该属于宝岛中声代和新声代歌手 第五位 内地歌坛中间力量 一说到中间最先想到的就是张杰 华晨宇 但两位都参加过歌手节目 剩下的中间力量并不多 如果前面已经有很多女歌手 那这位中间力量应该是一位男歌手 第六位 内地新声代男歌手 新声代男歌手就应该是一位偏流量型的歌手 现在内娱的新声代都有点偏流量 可能会是某个年轻团体的组合成员 可以给节目引流 第七位 内地新声代女歌手 有可能是善依纯 也有可能是某女团成员给节目引流 最终阵容还没有完全被确定 但可以知晓的是会按照这个标签邀请 你们猜测这七个标签分别对应哪七位歌手呢 对应该是某天地新声代女歌手 在某天地新声代女歌手 在某天地新声代女歌手 在某天地新声代女歌手